Hello 大家好 我是光 然后今天来聊一下昨天的两场球 首先我们先看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一个球 就是芬兰和俄罗斯踢这场时的芬兰的一个跃位 这个跃位的话其实幅度非常的小 而且并且这个白色的球员是从后门过来的 然后踢的这一刻的时候它的确是有一点点跃位 有一点点跃位 这种级别的跃位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吹的 因为裁判他们的吹半尺度其实挺大的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跃位可以不吹 而有一些非常不明显的跃位呢 他们可以吹 他们具体吹不吹其实取决于不踩公司 需要他们去配合盘口 需要他们来配合一些盘口 他们如果想让这个盘口开出对他们有利的 如果这个球进球对他们的盘口有利他们就不吹 如果这个这个进球对盘口不利 那他们就吹掉它 然后我再举个例子 就也是这届杯赛 也是俄罗斯 但它是和比利时提的这一球 这球的话你看一下啊 这个人这哥们儿 卢卡库在前面的时候 这提的球 卢卡库已经跃出两个胜位了 跃两个胜位 这你都不吹吗 这个球没吹啊 算了 最后都算了 所以说是不是很假吧 你们看到裁判有多大的尺度了吗 所以说我一直在说看盘口看盘口 因为盘口才是唯一一个能看出装甲希望 哪个盘口对装甲有利 只有从盘口上的升降 你才能够大致的推断出来 你从纸面的实力你是推断不出这一层 这层信息的 而这层信息才是真正 真正能够影响比赛如何发展的 懂吗 然后再说一下那个土耳其 土耳其这场 土耳其之前和意大利啊 是踢了个 踢了个 3米 是0米3 但其实土耳其被誉为本届欧洲杯的大黑马 因为他在赛前的话是踢平了法国 然后大胜荷兰 大家看卧槽 这么牛逼啊 所以说 对土耳其其实期待很强 然后提意大利啊 输3分 其实也还好 因为意大利毕竟是实力也挺强的嘛 最后 提威尔士 大家其实普遍自今看好土耳其 但是这个盘口开的就很有意思 感觉就是在右盘土耳其 但是我也不太敢压威尔士 因为毕竟两家的实力 其实土耳其稍微强一些 所以说 这一场我就不敢搞 结果证明这场确实有雷 结果土耳其输了 那这个 就不说什么了 反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你看看你这个比赛是不是有雷吧 是不是有雷 然后这些裁判的话 是不是不在公司的人 自己去想 你再仔细看看这两个球 嗯 跃出两个身位 一个跃出两个身位的有效进球 和一个跃出了半个脑袋的无效进球 好吧 那就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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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